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海中探保 一起感受小岛渔民的别样生活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今天我们的设置组要带您去一趟广东惠州的大亚湾 跟当地的渔民一块出海捕鱼 那以往我们拍摄的捕鱼过程大多数是在白天 而这一次我们要去夜捕 夜捕顾名思义就是天黑了以后再出海捕鱼 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返航 比起白天 夜晚的海面上天气多变极其的危险 所谓无风三尺浪 如果碰上大风 别说下网了 连站都很难站稳 那为什么还要在如此危险的深夜去捕鱼呢 就这艘船是吧 是啊 是啊 像这艘船可以装多少人 装啊 装 装一百多个人就知道啊 这个可以装一百多个人啊 是啊 我们做游客都三十多个人做一点点啊 是啊 哦 那它容量还是很大 是啊 慢一点 慢一点 小心点 小心点 大亚湾濒临南海 水域面积将近一千平方公里 是南海向陆地延伸最深的海湾 游客 渔民 货船每天聚集于此 下午正是当地渔民出海的时候 征求了船老大苏天颂的同意 设置组决定跟随他们的船出海夜捕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啊 学家书说要到明天的凌晨五点左右才能上岸了 是不是啊 是啊 啊 那咱们一个船上有多少工作人员 十个 哦 那你们出海去大概开到那个捕鱼的地点要多久 三个小时就要 出海前的准备事无巨细 装冰块 捕鱼网各自分工明确 他们都是一个村的 别看年纪小 一起工作的时间可不短 这是冰吗 对 为什么要到那么多冰呢 你倒给它的话 鱼会臭的 哦 这是给鱼保鲜的 对对对 一晚上要几桶这样的冰 呃 十包了呀 这种包 十包 十袋 那也就是十几箱这种冰了 对对 冰块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不仅可以给补上来的鱼保鲜 带上船的食物和饮料 也能放在里面储藏 鱼港上全是准备出海的船 有些是一家人 有些是同村的朋友们 这条船上苏天宋年纪最大 所有的船员都听他的 长期生活在船上日晒风吹 海水在他的脸上已经刻上了深深的印记 苏天宋已经有四十年的出海经验 如今孩子和老婆都跟着他打鱼为生 历经长期的生活不规律 年轻的船员们不时显出疲态 但是在海上所体会到的刺激和自由 也许是别的生活无法给予的 这条船是纯木制结构 造价约二十万左右 除去船员劳务 每次出海所需的柴油 冰块和补给将近两千元 也就是说 如果一趟下来挣不着三千 那就是要赔钱的 所以每次出海都像一次冒险 有时收获丰富 有时却可能一无所获 听船老大说 把船开出那么远 主要是想补虾 因为虾的价格相对稳定 前天他们就补上来几百斤大虾 一斤四十元卖出去 船员们可以分得不少酬劳 几天前的好收成 让我们对这次的夜补更加期待 船老大告诉我们 不久前刚过休于期 经过几个月的繁衍和成长 海里的资源比平时要多一些 所以现在是捕鱼的黄金时间 一路上美丽风景同行 海鸟陪伴 这些船员每天在一起工作 十几个小时 感情深似亲人 徐家辉从小在渔船上长大 他告诉我们 船上的生活对他来说更自由 更快乐 他还想着以后挣钱了 能买艘大渔船 自己坐船老大 谈话间我们已经行驶了两个半小时 船员们开着小船订下网地点 小船上都安装着上千瓦的大灯泡 除了照明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晚上捕鱼啊 他那个灯会不会 把那个鱼全部都锯过来 是啊 在过中 他都会过来 他要捡火的就过来 那如果说 就是探着有鱼 然后灯打开之后 鱼全部锯过来 那时候再下网 那就是说现在 大概七点多钟 下网的时间预计到几点钟 十一点 要到十一点 十个小时之后再下网 天很快黑了下来 船老大的爱人 在给船员们准备着食物 无风三尺浪 船停下来后 颠簸更加明显了 刚刚还感觉碧海蓝天 浪漫无比的编导 现在只剩下头晕眼花了 这才过去四个小时 对编导来说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据说呀 第一次出远海的人 十有八九都会运船 船员们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既要忍受着强烈的头痛 还要干着繁重的体力活 别提多辛苦了 我们编导呢 从小就运车 上了渔船以后啊 一样过不了这一关 现在他们要在甲板上静静的等待四个小时 天空上还不时下着小雨 船员们呢 就利用这段时间来舔舔肚子 休整一下 因为真正的工作即将开始 晚上十一点 正是退潮的时间 这个时候 鱼群游得浅 开灯后 吸引鱼群的效果最好 他们采用的是围网捕鱼法 这种方法叫为传统 几艘小船与大船形成一个圆形 通过挂在船上的渔网包围鱼群 渔网下沉后 再慢慢收紧网据底锁 捕捞鱼虾 这张网大概有三百多米长 没有机械辅助 全靠人力拉网 海水的阻力让收网变得异常艰难 现在是晚上的十二点 现在大家都从睡眠中醒来 已经开始在收网了 我刚才看见它这个网里边 基本上都是这种大的海虾 听说这种海虾卖的应该挺贵了吧 收到虾应该比收到鱼要开心吧 据说这个虾它都是群游的 然后还看见有好多小鱼 但究竟能收多少 还得最厚的一两米才能知道 灯光照射下能清晰的看见鱼虾在跳跃 收上来满满一大网鱼 大家都非常兴奋 今天一共要下三次网 第一网大概收了三四百斤 其中虾估计也有几十斤 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稍作休息后 大家准备下第二张网 收网的时候 船老大负责在上面指挥 虽说第一网收获不错 但远不及此次出海的成本 那第二网又能收上来多少呢 还有最后一次网 大概几点钟要赶到马脱的导师 三四点钟 信不信不觉得这样 第二网收上来后 大伙都乐开了花 将近两百斤大虾 就意味着至少有六千元的收入 这次出海稳赚不赔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三点 人们到了疲惫的几点 为了忘掉头晕的感觉 我们的编导也继续跟着出力 现在这些老乡啊 他们就在飞鱼 因为三网的鱼 全部都打上来的 大概有一千多斤 其实从昨天我就知道 今天要夜补 因为是要熬通宵 所以我昨天白天 已经很足很足的睡眠了 但是今天还是 到现在凌晨三点了 还是觉得有点精疲力尽 说实话 到现在还不得不佩服这些鱼 酸鱼的时候 天空又下起了小雨 一晚上的忙碌 就为这一刻的惊喜 为了赶上码头的早逝 船老大开始全速返程 渔船还没到达码头 就有人乘着快艇 上来收购鱼虾了 凌晨四点 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 这里就已经人头攒动 每艘返航的鱼船 都是通过这个市场 把捕捞的鱼虾销往各地 说你已经卖了多少了 一百斤大虾 卖了一百斤大虾 可以卖掉了 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几分钟就可以全卖掉了 发现这边人特别多 每天你们晚上捕鱼的 所有的货都在这卖 马上就可以销掉 等到他们把鱼全部卖掉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回到家 苏天颂又忙着支补破网 大妈则在厨房里为大家准备早餐 忙了一夜也没从他们脸上看出疲态 靠着日落而坐 日出而归的捕鱼生活 苏天颂为家人盖起了小洋楼 日子还算过得充实 对他们来说 一天中早餐最关键 吃饱了才能睡得香 睡醒后还得回到船上继续工作 或许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留恋的地方 从头一天下午的四点到第二天凌晨的四点 整整十二个小时 编导回来以后告诉我们 仅仅是待在船上什么也不干 不停的颠簸就能够让人精疲力尽 而营民们还要不停的劳作 风雨无阻 不得不令人佩服 上岸以后啊 养精蓄锐 我们设置组又回到了海上 因为白天我们还要继续探索 大崖湾渔民的另外一种谋生方式 从码头乘坐快艇 二十分钟就能到达一个叫东升渔村的地方 这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 岛上的居民大多是从朝阳南迁下来的闽南人后代 两百多年来 他们一直居住在这里 四十岁的黄平天是土生土长的东升人 过去也过着出海打鱼的生活 直到十几年前 他带头在东升附近的海域 办起了鱼牌养殖 现在鱼牌的规模越来越大 效仿的人也多了起来 这条一大啊 哇哎呀 这条一大 这个是 这个是大七斑的 这有三十斤 二十多斤 二十七八斤吧 这能摸吗 嗯可以 哎呦上面 这鱼上面还有四啊 有 有鱼鳞嘛 刚刚听你说啊 像这种鱼 石斑鱼应该是最贵的了吧 嗯 像海里面来说是最贵的 怎么卖呢 这鱼 这个油果是批发跟市场上面就六十块左右 六十 六十块左右 那在外面 外面 饭店吃得发就最少都一百三十块以上啊 这才能吃得到 相比出海捕鱼 这种生活就轻松多了 这些鱼排都设在避风港区 若无极端天气 养鱼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像这样的青斑鱼肉质细嫩 效益最好 平时出海很难捕捉到 都这个都要有两年来喂了 两年来养啊 嗯 石斑鱼来说 在鱼排里面养都稍微比较好的 鱼排上养了多少种 鱼排上养有十几种 有那个这个大青斑啊 还有那个绿鱼啊 还有白发鱼啊 这里附近有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那个鱼排啊 在大亚湾海域啊 都是靠这里的优质的海水 是 来来养鱼 是 你以前是是渔民吗 以前是渔民 后来为什么就不出海打鱼了 就就就 一直守在这呢 就守在这里喂鱼嘛 因为一年到晚的利用都算 一般都算口罐嘛 鱼排养殖虽然效益不错 但要时刻照料网乡里的鱼 他们不得不住在鱼排上 而且养了这么多年 也不是一直都一帆风俊 也不是说每年都这么胜利的 记得是03年08年 08年好一点 03年那个台风都省时停产中的 03年的时候 那个台风因为拖排拖不及 那有几个网巷烂掉了 都跑了几十万的鱼 几十万的鱼 为了提供鱼料补给 他还是会经常去海上捕捞 但是他用来捕捞的船 可比苏天宋的鱼船大多了 这个船也是你的吗 这个船是承包的 承包的 那这个船那么大不便宜啊 是啊 这个船它的造价有200万左右 这就要200万 那它现在在船上干嘛呢 这个船现在在拖鱼 拖起来鱼 大条的鱼 大条的鱼呢 游客可以拿走的 这小的呢 我们就拿回去喂鱼 因为小的鱼游客就不要嘛 我们就可以拿回去鱼排喂鱼 原来这条船是供游客出海体验的 随着东升岛的旅游开发 曾经寂寞的小岛 每天都会迎来许多游客 为了让大家了解当地渔民的捕鱼方式 黄平天特意让船员拖网捕鱼 没有 没有一块大鱼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是花蟹 这个是花蟹 这个是红花蟹 红蟹 这个蟹大啊 这个蟹大 我看你刚刚拖网就拖了那么几分钟 一下就把这些鱼全拿上来了 是 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蟹 这个是花蟹来的 这个花蟹工花蟹 这个现在去卖 市场上面买的话 这个都是五十块钱一斤的 这个花蟹 大概就有个三十多斤吧 这个是差不多了 收获不错 很丰富 海岛上的居民大多过着水路两居的生活 海上谋生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继续坐着黄平天的小船行驶了二十分钟 我们来到了一片海湾 这里就是东生渔村的生蚝养殖基地了 这一片就全都是养生蚝的场地了 是 你大概 你们养了多少生蚝 大概整个面积差不多有1000某左右 现在开始就放那个苗 现在开始放苗 到过年11月1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收苗了 就长得又差不多了 长得就可以去卖了 生蚝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海产品 它的壳和肉均能入药 其肉质松软鲜嫩可口 而且生蚝的生存适应能力极强 仅靠水中的浮游生物和硅藻就能存活 那你们这个蚝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的水质比较好 这边水质比较好 第二呢 这里是属于披风港 披风塘 台风大的就比较难吹到这边来 基本上吹不到这里 如果有台风的话 这些蚝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是台风大的话就影响挺大的 就会把那个 这个钵啊 还有线啊 绳子啊 全部绞在一起 全部绞在一起 到时这个风 台风来了 就损失的 不过这几年呢 都没什么台风 收益都算口关的 许多年前 东升人就在这片海域养殖生蚝了 因为这里地处海湾之中 台风影响甚少 加上这里的水质优良 生蚝缺少天敌 所以成长得快 且品质好 都说靠海吃海 每年台风季来临时 海上的人都胆战心惊 不过还好 这几年算是风平浪静 这让黄平天和村里人的海上养殖场效益稳定 一千多亩的话 大概能收成多少 一千多亩 这个豪卖价钱 也不是很高的价钱 都是五毛钱左右 五毛钱一斤 大概是一千多亩 可能有几百万 上千万 几百上千万 这个就好了 这个放下去的苗 那四个月 它就会长成 长成很大个 这底下就跟一张很大的网一样 是吧 就地网一样 应黄平天热情邀请 我们登上了一处漂浮海中的鱼排人家 这里是他跟哥哥黄平超合伙经营的 黄大哥早早的就在处理食材了 还说要让编导见识一下 他自己设计的捕鱼机关 我们一般这个移民 要有时候要去搞泥沫的时候呢 就要放一点篮子下去 这个是什么呀 放一点料 这个是鱼吃的鱼粮 鱼粮 把这个网子包好 包好 这个笼子上面 对对对 放到这个笼子上面 就放到海里面才把鱼吸引进来 对 这个有意思 这个笼子一个片放就可以 你怎么固定呢 有一条小的棍子就可以了 就简单 这就可以把鱼骗进来了 对对对 这个笼子是自己设计的 有意思 它这个鱼从哪进去呢 鱼是从这个口径的 这边吃 它有个口 这里可以穿进来 对可以穿进去 进来就收不去了 进去了它就出不来了 为什么呢 它里面这个是金的 这个是反边的 这个一直放下去可以 就这样放着 你就可以钻进来 钻进来它是自己会进来的了 大概多长时间 要一晚上吗 不用有四多二十分钟就够十多分钟 你这十多分钟就够来提 就有的了 大哥黄平超负责于家乐的生意 同时他也是店里的大厨 黄大哥非常好客 话语中能充分感受到 他对这片海域的热爱 这个是鹰仔 这个是鹰仔 鹰嘴 鹰嘴 鹰仔鱼 去这个要钓也有 去托网的也有 这也是你们自己补的 这自己补来的 那你们好多种海产品啊 有海产品 在大瑶湾这个范围之中多得很 这个蚝呢 看就简单 但是它吃呢 也很好吃 肉是很肥的 今年养的肥 今年 每年都差不多 就看到那个天寺哦 雨水下的多了 这个蚝就相对比较肥一点 你们在这经营这些瑜伽乐啊 经营了多少年了 我们经营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二十年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黄大哥的笼子里 不知道能捕获多少鱼呢 这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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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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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扣 你看 全部是柠檬啊 这叫刚刚那个 刚刚放下去的 笼子 放下去二十分钟 这么多 哦 好多鱼啊 你刚才放下去了吗 对啊 下时间 这些有太移民的好处啊 海边人吃的东西 离不开海产品 在其他地方又贵又难吃到的海鲜 在瑜伽也就是平常的小菜 早上居民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牵过来后还保留着原有的风俗习惯 只要有外地人来 他们都会热情的款待 勤劳朴实的本质 让他们的生活平静而又富足 这是今天补的啊 应该是最新鲜的了 对啊 这是刚刚上水面的 最新鲜的海鲜 都说我们这里的海鲜是 颜汁颜味的 又甜又香又好吃 最早的大亚湾渔民 只是靠挖海边的滩土为生 后来人们开始出海夜补 挣钱之后再搞近海养殖 生产方式不断更变 收入也节节攀升 但愿这片大海 不会辜负他们的努力 希望大亚湾渔民的生活 能够越过越红火 没有都市的喧嚣 没有繁杂的工作 当地人通过打鱼 养鱼 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 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那无论是传老大苏天宋 还是皇家兄弟两个 他们都只是大亚湾渔民的 一个缩影 那如果您也想体验 当地人的生活 不妨来大亚湾 亲自探索一下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这样一个部落 人和鹿一起生活 他们温顺可爱 哎呀哎呀 真的 也会调皮粘人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深山密冰中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性为自然 练就了哪些本领 下期相途 一起走进路背上的原始部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